这里有古月喧天 都是姥姥奶奶姐妹的了 也有通幽秘境 越来越神秘了 越来越好玩了 这里有饕贴盛宴 鱼肚生汤 这是大菜 也有地道小菜 大姐快来快来别忙活了 喝汤喝汤 一个山村里的农家院 却像一座博物馆 为我们展示着奇鲁大地的魅力香情 今天 和《生财有道》一起 来山东博山转一转 耶 像你是穿乱的 凡凡是泪 最近我们《生财有道》 缤纷都路 为大家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农家特色 有的去了冰封万里的北江 有的去了四季如春的南国 那里可都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啊 这么好的事情 岂能拉下肖威肖姐姐 她和小伙伴们也已经出发了 大姐你这买的这什么东西啊 它鹿皮啊 猪皮啊 猪皮怎么是这样的呢 发起来了 我发起来了 哇 这么热闹啊 人群涌动连年数年 简直又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啊 我现在呢是在山东资博的博山区 哇 博山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 你知道当地人嘛 是雷打不动的 每个月阴历的 初三 初八 十三 十八 二十三 二十八 剁赶大鸡 吃穿住用刑 所有的生活所需 这里是一应俱全的 哇 太热闹了 哎 陶瓷 陶瓷 来来来来 其实在很多城市 赶皮这个活动早就销声匿迹了 没想到博山却直拗地保留着这一传统 确实让人倍感亲切 我们甚至找回了不少儿时的记忆 买点特产 吃口火烧 博山 我们来了 这是咱们当地的一大特色 哪都有这种猪皮 是吧 对 哇 这猪皮怎么能成 能成这样炸的吗 不是 它是油发的 油啊 油发的就是我们想吃的时候 要把它用这个水泡开了 然后呢 软了以后我们切成各种做菜的用 一个是炝皮肚了 拌菜用了 炒菜用了 还有做汤菜也可以用 真的 好吃吗 好吃 三辆汤也可以放这个 真的啊 眼前这个小伙儿叫焦玉峰 在博山经营着一家颇具特色的农家乐 今天咱们吃喝玩乐就得靠他了 不过出了城上了路 大家可就有点饭肥过了 这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吗 大冬天的 玩啥呀 哇 焦老板子这是上哪儿啊 我们上豆腐房 豆腐房干嘛呀 看看就是 博山那个四十七里面 那个四大街里面的 提供一道菜 哪道啊 豆腐香 豆腐香你还得现准备啊 山村的生活可真不容易 走门串户都是上山下坡的 吃口饭容易吗 刚才焦玉峰提到的思思席 豆腐香又是什么东西呢 呵呵 管它呢 只要是好吃的就行啊 你好 打扰您了 豆腐墨好了吗 哦 这种在墨是吗 哦 这是豆腐房是吗 哇 这大灶 哦 哦 天呐 哎呦 豆腐香 这么一大锅得有多少斤呢 那多花 得那小五十斤的 小五十斤的 那是现在如果要盛出那个汁来 是不是就豆浆了 我就是说 是吗 可以喝 可以喝 对 这和我们买的有什么区别啊 你尝一尝 我们是用山泉水做的 哦 这可真是 哇 这么多啊 一点点就够 我给你拿个碗 我跟你说好香啊 哎 怎么样 这个真是山泉水哦 它这个就是不一样 我们这儿都是 这豆子都是农民自己种的 是吧 很地道的老农民种的豆子 哦 真的是不错 真的不错 所以我们在村的山泉水 嗯 出来的豆腐 这绝对一顶棒了 一顶一的棒 行 豆浆也喝了 身子也暖了 豆腐也买了 咱们赶紧做豆腐香吧 哎呀 小姐姐这又吃上了 您可别把原料都给吃光了呀 我小的时候 我爸妈做饭的时候 他们一边做一边吃 现在是做豆腐香 然后要切 哦 不能切开 不能切开 对 哦 我知道 切开一个 把那个盖子 豆腐香的盖子呢 切好了以后 然后把里面那个瘾给掏出来 对 哦 我看 哦 是吗 哇 你看 你看 这真是一个豆腐箱子啊 豆腐香 博山名菜 取义开箱健保 将炸制好的豆腐块掏空 填入丰富的馅料之后 再回锅蒸熟 淋上酱汁即可 当然了 说起来是容易 作为博山菜的代表 要做出地道的豆腐香 可是要把好手艺呢 把这个箱盖打开 然后把这个小工具呢 哦 我好像有点 我看 虽然手有点生 耶 对不起哟 太烂了 第一个没关系啊 是把书能生起啊 你原谅我了呗 原谅 是吧 上等的豆腐香 豆腐香浓 馅料鲜美 咬上一口 美味四溢 百吃不腻 可以说是博山人 酒席必点的菜品 现在是我和大师傅 我们俩联手 要做一道重要的大材 叫什么 杂鱼汤 杂鱼汤 杂吧 巴巴 杂吧 是吧 杂鱼汤 哦 好 现在 现在我们开始制作了 哦 哇 敲死我了 哦 我要流眼泪了 打算 还放什么 醋 醋 哎我就发现咱们那博山的菜吧 就特别想着这个醋意要浓哈 特别喜欢放醋 酸一点 酸一点哈 现在 高汤 神倒进去吧 神倒进去 啊 我都心中眼泪了 然后再放鱼 好 对 哦 这做杂鱼汤 何有讲究呢 首先 这炉火得旺 咕噜咕噜得窜的几汤 所以啊 今天我们用了博山特有的行德炉 来做炉火 这个炉子 看上去简陋 实际上啊 比看上去更简陋 它是用泥巴 或者茅草壶起来的 特容易破 但是这炉子呀 火旺 散热均匀 特别适合熬汤 做一个酸辣的汤 嗯 一个醒酒 再一个暖暖的喝一碗 也挺好的 就可以喝了吗 没有 嗯 还有最后还有加鸡蛋 哦 啊 还有加鸡蛋呢 哦 哦 好奇怪呀 就是鱼汤里面还加鸡蛋 嗯 因为吃了蛋了 嗯 哦 我这还第一次知道 这个鱼和鸡蛋是这么搭配的 哦 这第二道讲究呢 则是要用做熟的鱼熬汤 原来在博山一带 鱼一般是压轴的菜 上得比较靠厚 如果吃不完呢 就把剩下的部分回锅 烧一锅鲨鱼汤 也算是一鱼两吃了 咱们今天没那么多讲究 做好了 咱就尝尝吧 你看现在天气冷的 我简直迫不及待了 哎呦 哎呦 哎呀 我就喜欢这酸辣口 真的 嗯 味道可以啊 可以可以 要不大家动半天了 一起尝尝吧 好不好 可以可以 来来来来 大姐快来 快来别忙活了 喝汤喝汤 我们导演快 快 孙明浩快来 快来 这个我们摄影师呢 那个 那你就辛苦了 摄影都是你的是吧 先看我们喝 一会儿都是你的啊 来了来了 哇 真棒真棒 一道大菜 被我们提前解决了 怎么办 没关系 等大家踏踏实实 喝完鱼汤 在厨房里 还有一道更大的菜 在等着我们呢 偶 这个偶 是先不用加工是吧 不用不用 就切好片就好了啊 但是我看你那个白菜 是事先焯了 对白菜 是吧 事先煮了一下啊 煮了一下啊 我看偶 白菜 白菜 感觉这量好像 一比一似的哦 现在是煮好的猪蹄 对猪蹄 它是分层的 分层的 先是偶 然后煮好的白菜 然后第三层是猪蹄 然后再放海带 这也是必须的 最后就是这个 带皮的五花肉 不是 还有苏鱼呢 哇 这后放的好多耶 这一大锅 我估计一顿都吃不了 如果是家里面的话 可以吃好多顿 对不对啊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菜 分量这么足 哈哈 这就是博山菜的 另一代表作 酥鱼锅 需要的时间很长 要多长啊 菜开始的时候 要用快火 然后这个 半个小时以后 要用文火 卖上所有的这些料 它那个汤和纸 融入到这个 整个这个 融入到一起 对 那个味道是绝了 是不是啊 那整个做完了以后 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需要七到八个小 我天哪 哈哈哈哈 这可是见功夫的 对 这么长时间 岂不是赶不上晚饭了 没关系 今晚的主题是四四席 酥鱼锅压根就没算在里面呢 不过就要辛苦我们的大厨了 这四四席啊 讲究四干果 四鲜果 四点心 四平盘 四大件 四形件 和四饭菜 总之啊 就是四四不断 图个四红四喜 四平八稳 四面八方 四季来财 哎呀 说得我都饿了 四四席全都上满了以后 才可以吃 还是就是说 随上随吃了 随上随吃 哦 那这四平盘就已经是上好了 对 那接了该上什么呢 上那个鱼肚生汤 鱼肚生汤 哦 这是大菜 对 算是四大件 第一件 哦 那是不是第一件上来以后 我就知道 好嘛 今天这规格是什么样子的 对 上海参咯 对 那应该最好的 是不是 这头一大菜 在四四喜里 几乎是固定的 叫做鱼肚生汤 主料是海参鱼肚 还有一个食材 感激的时候 大家就见过了 炸猪皮 泡发之后 也可以用在里面呢 怎么样 材料是不是很丰富啊 哎呦 这桌子要小的话 你这个四四喜都上不 都摆不下呀 对吧 摆得下 哦 我们这个是 有吃的差不多的 一往下放 哦 一往下撤了 然后再上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四四喜呢 就是上什么菜 都是有讲究 先后也是有讲究的 然后吃完了以后就撤 再上第二道 对 这样子的 哦 哇 对不怕桌子小 是吧 太丰富 太丰富了 得了 咱们只能干看着人家大饱口福了 对此 我只能说 小姐姐 您胃口可真好 当然了 吃饱喝足 接下来还有好玩的等着大家呢 哇 天啊 都开场了 这是要插大戏吗 对 插大戏 过大年 插大戏 我们这儿有个城市 哦 呦呦呦呦呦呦 这正式开始了吗 呃 现在还没正式开始 现在在上面踩牌呢 哦 哇 哇 你看你看 看着镇市够专业啊 没想到啊 原来咱们要去的农家院所在的村子 乐团村 是博山有名的精神文明示范村 村民们个个能说会唱 经常在这家农家乐的小广场搞演出 您要是喜欢热闹喜庆 可就算来着了 这个 这个琴头 好像 这是什么做的呀 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 转门的琉璃场里做的东西 哦 我跟你说 博山啊 做盛产这个陶瓷和琉璃嘛 你看 那个琴头都有地方特色 这是琉璃做的 这把琴叫搭琴 是博山地方系搭枪的专属乐器 这搭枪的起源地 就在乐团和附近的几个村落 而全市 全国 甚至是全球唯一的搭枪剧团 就在乐团呢 热闪古镇 美如画 哈哈 买这太难了 热闪古镇美如画 热闪古镇 什么什么什么 热闪古镇 哈哈 美如画 哈哈 哈哈 让大家见笑了 您可别小瞧我们这个乡村剧团 他们可是有一百多人的编制 创下过连续会演十五天的博山记录呢 而且除了搭枪 旅剧 帮子 舞蹈 小品 样样能来 欢迎声效果 正式吃在山村寒意迎接游客的最好礼物呀 哦 像他们跳舞的今年都多大岁数了 都不适合的 哦是吧 这一个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这一个 这一个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这一个 哦 这一个 都是姥姥奶奶几次的了 对的 可喜欢这搭枪是吗 我还感觉挺好的 能听懂吗 听不太懂 啊 听不太懂 你不是村里的人的 不是村里的 你是哪的 我是从当店过来的 你是游客啊 游客 在乐团农家院 像这样的演出 在节假日经常上演 甚至在平时 如果有游客入住 也会有小规模的表演 而且完全免费 不但客人们免费观看 演员们也是免费表演 您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啊 其实啊 这个乐团农家乐 是乐团村委会 代表全村父老修建起来的 焦玉峰啊 只是具体的负责人 一旦有需要 大家齐上阵 都是老板吗 还谈查钱不钱的呢 这不 前一段时间搞基建 连村之书都搭进去了呢 就咱们刘江乐的 那个项目在下舍当中啊 去丢那个风景石 咱们没想到 丢了风景石嘛 他丢转的时候 留下了一下 中间自己躺在这 血气不是还好 这个 一些共团可能就是受影响 不过孙书记大可放心 焦玉峰不负众望 把这个山沟沟里的农家乐 搞得红红火火 现在热闹过后 咱们的设置组 是不是也该安顿下来 修整一下了 这是杜鹃院 哇 真漂亮的名字 你听你听这声音 大只 这是老院子的那种感觉 请进吧 这些白墙灰瓦的院落 是不是很别致 其实啊 这些都是村民不住的老屋 改造而成的 不过对于农家院 不少朋友会有些担忧 条件会不会太简陋啊 洗漱方不方便啊 尤其啊 我们萧姐姐的睡眠质量不太好 这方面的要求可是蛮高的哟 这简直是像过去那种大宅院 对 对 对 大宅院 这些家具都是岛屿木做的 对 对 来来来 坐一下 坐一下 哦 啊 上茶 哦 哇 这真的跟酒店一样 哎 你看 所有的洗浴的 然后卫生间 包括什么都有 WiFi也有 对 WiFi也有 那你这真的跟在城里差不多了 只不过这空气比城里简直好 都不知道多少倍了 对对对 非常的舒服 哎 这样一个房间贵不贵 不贵 才218呢 难得呀 一个农家院居然有着酒店般的住宿条件 这下大家都放心了 今天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的安排 据说更精彩哦 昨天的四四席没少吃啊 今天确实应该活动活动 不过北方冬天的湖外 可玩的地方还真不多 这大山里头光秃秃的 交易风到底要把大家往哪带呢 博山这个地名一听就是个多山的地方 不过它跟绝大部分北方山区不同 这连绵的大山里藏着数公里长的龙洞 险峻迷离迪迷迹 是难得一见的名声 而且今天为了迎接这么多远道而来的朋友 交易风还给大家带了礼物呢 不过能不能拿到就得看自己的本事了 这句诗派出昆仑五色流 一枝黄灼灌中粥 这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 这句诗描写的是 溶洞里的一处景观 咱们游客分成两岁 谁能找到这处景点 谁就可以赢得奖品 大家要加油啊 我怎么觉得这个东武石 特别像他所描述的 一只黄浊灌中舟呢 大家的一件都可以了 就是这个临山金堂 对 就这个 一 二 三 不一样 不一样 您说什么 临山金堂 金堂 我们说是百丈黄涛 好 这首诗是王安石写的 这首诗的题目叫做 黄河 我们太棒了 虽然我们分析的不是准确 但是我们是帮一堆 拖着溶洞的福 大家逛了一身的汗 全然忘记了洞外的天寒地洞 不过 周玉峰接下来安排的活动 可是地理道道的冬季项目 天要是暖和了 还玩不了呢 我不骗你的 我就第一次上水场 我这还不到半天的 我就已经 已经 最起码我不摔针的了 而且我能成为一名 踏水刀手了 你看 你这镜头穿包了 我还是坦白了吧 我不急摔 所以 我必须有一教练拉着我 说到滑雪 大家可能觉得 是个高大上的运动项目 其实 眼前这个滑雪场 离乐团村不远 是当地村民投资建设的 条件不错 价格亲民 据说 对乐团农家乐来的客人 价格更是优惠到难以想象的 我们做一个联合的来模式 来做这个事情 具体他们就只要从热台 农家乐过来的 全部 所有的事情 六十块钱全天 我们做一个联合的 这六十元钱可没白花 一直到太阳下山 实在是玩不动了 小姐姐和大家还舍不得走呢 不过这也好办 焦一峰提出要带大家去尝一尝乐团一绝 一听有吃的 大家的劲头又来了 回村出发 是馅儿吗 包包子包饺子是吗 那怎么叫一绝呢 你看一看这个 这是什么 这真不知道 鲜槐花 鲜槐花 现在冬天你哪来的槐花 我们现在有一个槐树林 是野生的那种野槐花 我们就是成熟的时候 我们把那种花彩蛋下来 储存起来 那到春节的时候和冬天的时候 我们就是招待来的客人 还有一些贵客 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乐团的一绝 槐花水饺 我们的水饺呢 也更特别 壮丝那个金元宝 想不到啊 这冬天里居然能吃到槐花 我们似乎都嗅到了春天的味道 而且 博山地区的水饺样子也很特别 其他地方应该是见不到的 哇塞 你看这饺子确实不一样 这饺子皮咱们都是圆的吧 它那个是 是这种形状的像包馄饨一样 是不是 是 那怎么个包法呢 不是 好 不好意思 嗯 你看米香香啊 大伯 嗯 你不米香香啊 嗯 长得皮过来 老师了 再长得 嗯 长得回一年 嗯 一年一周 哦 圆宝 对对对对 啊 嗯 嗯 来试试啊 请 把馅料放在这儿 呀 对 对 嗯 哦呦 这样 一层 两层 都说舒服不如躺着 好吃不如饺子 即使吃饺子对于北方人来说 更多的是一种文化 一种亲情 一家人围在一起 吃一顿地道的热腾腾的饺子 真是暖胃又暖心 玩得开心 吃得趁心 几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而焦育峰和乐团村的村民们 能够把这样一个山村里的小小农家院 搞得这么有声有色 确实让我们刮目相看 安静祥和又透着热闹喜庆 这就是乐团的农家生活吧 有时间您也可以来试试哦 乐团的农家乐吧 真的让我没有想到 你看它整个的住宿条件 它是一个庭院的风格 非常的舒适 还有就是你看 几天下来呢 这个活动安排的是满满当当 我觉得和城市的这个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也接过 比如说滑雪 广荣洞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很优惠啊 哎呀 要走了要走了 还真在舍不得哈 不过走之前呢 还是要说那句老话 创业有风险 投资续续胜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肖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走一扬 看龟峰 农家乐里享美食 这就是著名的龟峰景区脚下 非常著名的乌龟宴了哈 这霸气的权龟宴 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们这里又是龟峰 再加上我们又是龟岩山庄 我都跟这个龟搭上的鞭 搭上的剑 然而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反正是死的死了 啥了啥 看书云华怎样整合旅游资源 打好龟文化这张牌 畅想农家新篇章 敬请收看明天的生财有道